啊 It's here It's here F*** here 大家好 我是白痴木马人唐大叔 对不起啊 我有点兴奋 我也不卖关子了 这很可能是今年 新款木马人出来之前 最令人兴奋的一台车了 哈哈 啥也不多说了 大窃月野之鹰 2017 Grand Cherokee Trial Hawk 看前面性感的小红沟 可能大家 从去年五六月开始吧 一些这个叠照也好 什么也好 可以看到这个小红沟了 后来发布会也看到过 但是现车呢 我相信加拿大可能 现在拿到的 总共也手指数得过来 所以呢 唐大叔拿到这台了 昨天差一点想做的时候 但时间已经太晚了 天已经黑了 那不管怎么说 今天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一台 全新的 2017大窃诺机 月夜之鹰 It's fun Trial Ready第一个 第二呢 102017款的新大窃呢 改了这个东西 在其他颜色上面呢 黑白的或者黑银的这种感觉 没有月夜之鹰 黑色和红色的这个 这么漂亮 更立体感 这个是很漂亮的 Trial Ready 大窃诺机的轮子呢 是一个可以说全地形轮胎 大家现在这个看呢 离得非常近对吧 月夜车怎么这样子 当然了啦 月夜之鹰是有这个升降 Air suspension升降 然后这个轮毂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有一点 对吧 首先外面是亮亮的这种银色 边上是黑漆的 一般的都是黑色和或者是银色的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 这个弄得非常漂亮 两种颜色的 你看这个红色的小车 这个小吉普 对吧 是40年代的这个 Willis M A或者M B的 这么一个小吉普的小彩蛋 在这非常漂亮 Suspension呢 相对 Heavy duty 一点 更好的 Suspension 加上Air ride 现在这个非常非常的低档 对吧 或者是停车档 搞得跟跑车一样 所以这个车平时开起来有点流线 但是越野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升起来 大概三四寸可以升高 两档 借着这个阳光下呢 大家看不出来 其实这个 我故意没洗这台车 脏兮兮的 但是呢 想给大家看的就是越野车嘛 跟吉普马人一样 当然脏一点比较帅 而且现在这个光线非常好 也看不出来 反而比较帅一点 另外呢 前面这个越野之音是标配的有这个 Decal或者DECO 或者是什么 大家随便叫 非常的帅 脏脏的也挺有感觉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变化 17年的大窃前面呢 这Seven Grille Seven Slug Grille 有点变化 更粗犷一点 更野一点 好像会同样主题的红黑的这么一个 吉普标志 这个车真的感觉像特别版一样 像个吉普马人75年 75周年纪念版那种 这个颜色配的真不错 唐大叔多次讲过了 红色里面配一点黑色的车 主色配一点红色的点缀 画龙点击是非常给力的 唐大叔喜欢这个 这种配法 所以呢 简单来看呢 这是我们一个前面的越野之鹰 侧面看呢 今年的 哈哈 这个位置不错吧 哦 侧面看呢 包括后面一点点这个 这个感觉 整体看还是 这个大嵌头机也是SUV 还是蛮流线的 像这 对吧 包括前面这里 所以呢 平时开起来的话 肯定是没问题 那这种流线设计 一般的大家传言 我也相信是真的 当然 今年的末码人出来 可能也会更流线一点 当然 个人的话 唐大叔是不喜欢这样 还是方一点 但是大嵌头机这个style 已经很多年 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嵌 蛮好的 现在绕到这个大嵌的越野之鹰后面 一个显眼的4x4 两个排气 这台车是搭配HEMI的V8引擎 后面脱钩 帅 那继续这个红色的吉普 看上去好大一个标志 但是咱不怕大 就怕不够大 当然了 这个性感的Trail Hawk 越野之鹰的标志是 帅 这台车 一个小差距 我记得当时发布会的时候 从那边开上来一个女士 一个女孩子 然后一直开上楼梯 一直开过去 当时真的看了一下子 也是 这个词不太好说 说出来好像有点太承认了 反正哪里紧 性感 挺有意思 他们 继续拿后面轮子稍稍干净一点 大家可以看看红色的小吉普 刚刚是反过来 这就是一个威力 MB或者 MA的最早的 吉普 还不叫吉普的时候 二战时候的小车的小彩蛋 漂亮 其他外观设计的大的变化也没有更多了 当然上面有这个Rug 所以脱钩也好 这个也好 对吧 一种比较 active的lifestyle 其实吉普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所以这台大窃呢 当然了和吉普曼比起来 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 吉普曼这个野孩子嘛 它是这种粗犷的越野的话 大窃就是一个奢华的舒适的这么一个旅行 或者越野 两种感觉都都是这样子 那原来最好越野能力overlay 现在多了Trialhawk呢 那它就变成更有越野能力的 最有越野能力的大窃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台车当然大窃嘛 配置方面肯定是都已经是豪华SUV的级别了 那这里呢 是一个keyless entry 手一放就打开了 关车的关起来的时候呢 用这个 要是因为在唐大叔身边 这都不用说了 远程启动也都有 那这些在骑到大窃的 我也做了两个一期款的介绍 也不多说了 再来呢 打开门之后呢 上面这种木式的装饰 用的暗色的黑色也很高大上 然后红色的线 非常的漂亮 就有两个记忆底的线 进来以后呢 主设计上就是这样子 黑色的主色配红色的红线 最初可见 这里 哦 帅啊 小红线 包括呢 换挡的地方 当然一期款都用了这种 用回这种 比较不容易混淆的这种 换挡的了 然后中间这一部四驱的东西 唐大叔一会儿简单跟大家过一下 来 缝线 性感的 trailhawk 摇纸 oh yeah baby 一直下来 中间呢 呃 是皮 然后 布置的insert 但它不是一般的布 可以说heavy duty的 呃 有几个原因第一月的时候晃来晃去 大家知道 这样子那摩擦力大一点 人不会飘来飘去像皮 呃 包住的 那你在这里晃来晃去的时候 这里又比较好摩下里 heavy duty的这一种 呃 特殊的这种布 啊 包括后面座位也是这样子 老婆孩子在后面一起 晃来晃去呢 出去玩的时候 嗯 其他的东西呢 都是一样的 我 可以看我其他视频介绍比较详细的 优肯奈系统8.4寸的 呃 哇 这里这里这里 方向盘向另外一个trailhawk 刷牙宝贝 呃 蓝牙 呃 语音控制 嗯 这些东西都有了 然后大窃呢 现在其中有一个就是啊 真正越野 大家知道有时候不想要用自动挡 一些情况自己判断会比 自己判断挡位会比这个电脑更好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前面上坡下坡啊 或者说怎么样 那这个呢 但是平时开呢 如果想有点这种速度与激情的感觉呢 还可以用这个像F1一样的这个 Pedal Shifter 也配合了可以用运动模式 毕竟这台车可是V8的对吧 大家以前一直歪歪 如果是木马人有个V8引擎多好 所以大窃先 先不管是差跃引擎还是V8大窃都有了 非常的 哎不断用性感这个词 但我想不到其他更好的词了 所以呢这台车呢 既然V8引擎 干嘛不弄一个Sport mode呢 所以运动这个模式下面开起来肯定更爽一点 配合这个全地形轮胎应该是非常爽的 那当然了 平时开呢 不需要那么多马力 可以用节能模式 当然这个8速的变速它是有节能模式的 所以油耗还是可控下的 当然啊 重头戏不是这个了 而是这个既然是大气里面 越野能力已经超过原来的王者overland呢 大家来看看 同样呢 吉普有两套系统 对吧 吉普木马人上面呢 是一个手动的相对这么一个 有点半自动 多数手动的这么一个四驱系统 大家也知道那边一拖下来四驱的高速 四驱低速这样子 但大气上说实在话 是一个最好的智能的四驱 所有车里面我讲的四驱系统 当然是吉普通过 无数次的在 一般在Rubicon 或者在其他这个trail上面不断的尝试之后 把这些数字很多很多数字作为sample 这种记下来之后 才决定了这个泥地啊 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成怎么样把车子 不管是马力啊还是扭力啊还是怎么样 沙地是怎么样啊 雪地怎么样啊 石头怎么样 所以所有东西经过千锤百炼吧 多少年了 而且这个系统做了 那这个 做成一个自动系统 那平时就在自动模式里面 嗯 当你真的知道在泥地啊 石头啊 雪地啊 沙子啊 你可以调到这样 达到最好最智能的这么一个车子的状态去用 啊 再配合升高降低的 一般越野慢慢的直接调到最高 一共 大家现在看不清楚 一二三 平时是在这一档 如果在停车档或者说 呃 过一些低一点的可以再低一点 这是第四档 最高呢 是这第一档 啊 会升高大概三四寸这样子 那同时呢 这台车旁边有一个 嗯 这是什么 在越野的时候路况很颠簸七驱的时候呢 大家要忙很多东西 转向啊 看来看去 它是可以把你控制一个速度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车在匀速的情况下去处理这些越野上面遇到的一些情况 啊 简单就是这样子 其实看上去东西不多 但是一个非常智能的啊 唐大叔用过这个比喻 比一般经验不足 或者一般的呃 这个司机吧 去开这些情况的时候还要表现得更好 这是大切的自动越野系统 但是这个真正的四驱 当然机谱代表就是四驱了 你们一个小朋友一加一等于加等于二 二加二等于加等于四 四乘四呢 当于Jeep 好了 这就是呢 简单的来跟大家过一过大切的这个越野这方面的东西 好我们继续讲 讲完前面座位呢 我们看看后面的座位 后面的座位呢 啊 放杯子的 各种东西 门上和前面座位差不多 啊 主要看后面的座位的空间 刚刚唐大叔呢 坐的位置呢 稍稍往前一点 算是我我这个一米七四的身高适中的一个长度 那你这样可以看到后面腿的位置 座位刚刚说了都是可以啊都是一样的中间是布的insert啊外面是皮质的这样子 当然呢 这台车当然都可以放倒了最多可以放三个座位啊婴儿座椅啊我说的如果家里五口之家呢还有小孩子最多最多可以放三个后面可以放三个婴儿座椅 那这样放平了之后呢 基本上这个空间啊放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大很多了 因为它是平的嘛 和后面这个后卫箱的高度是一样 所以可以放东西 不然呢 平时就做人 我帅 那我坐进来给大家感觉感觉 恒大叔一米七四 如果以为再过来一点完全没问题 啊 那头上的空间呢 这台车呢平时同时搭载了全景天窗的哦 Panoramic 全景天窗 帅呀宝贝 当然电灯后尾箱呢 手把那里搬一下它自己会打开的 所以这个空间呢 啊大家看一下我唐大叔目测 放三四个行李箱没问题 大行李箱 就是没有前面椅子第二排放平的情况下 完全没问题 啊旁边呢 这里呢有一个手电筒 平时是在充电状态 充好电之后呢 可以用 下面呢是一个壳 这个平时就放在里面就行 是也可以拿下来 但是一般就是放的 这样可以放一些 会刮啊 会什么不好整理的东西可以放 那这台车当然 Trail Hawk也好 吉普马也好 有时候配这种全 这种塑料的 全季全全气候的这么一种电子 Trail Hawk当然会有了 那这里呢 或者另外第二层的 有一些不重 但是可以放在上面 或者下面放的东西想要挡住 不给人家看到 都可以用到这个 不用的时候这个可以整个拿下来 那越野大家知道都需要一个全大小的轮胎 所以这个备用轮胎第五个呢是全大小的 同时这两个是唐大叔很喜欢的 别人可以放东西 而且呢是可以拿开的 是不是很方便放吃的呀 出去玩的时候会怎么样 可以整个拿起来抬 或者是一边丢垃圾一边放东西 哎呀唐大叔今天有点粗手粗脚啊 可能是太兴奋过头了 哈哈 这台车也可以拖 拖勾大家看到了 大概呢4200磅吧 可以拖 建议的话唐大叔一般都要留一点 拖个三千五左右 那也可以拖很多东西 那现在呢后面的 Tillgate是可以控制的 Tillgate是可以控制的 啊唐大叔非常的兴奋啊 看到这个越野之音 但同时呢也也不是说这台车就是完美的 唐大叔也有一些地方并不是特别满意 当然我知道这是从设计上妥协也留给大家一些空间 像一般人用的话啊 我们假如说百分之六七十的时间在城市里开 嗯百分之三四十去去出去越野啊 越野也分两种这个清越野和真的是比较发烧有事的越野 所以在应付百分之六七十平时开的时候 有流线有升降 你可以用低一点的这样啊 风阻低一点油耗好一点啊 然后去清越野的时候 这种全都可以一个原装的 不需要任何改变的这么一个大切已经可以做到了 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发烧有发烧有事的这种越野 其实该有的东西像脱钩啊像一些东西都有了 前面前后的自救钩也都有 但是呢啊它毕竟用的是可能是造型上的考虑它前面的 我觉得这个前面Bumper 前后Bumper这里 它可能这个越野的时候 Approaching Angle我们说的所谓就是 如果你上斜坡的时候可能太窄了一点 那大家如果呃我也做过这支视频 小切诺机的越野之境 你就可以看到它前面前后Bumper是是这样弯的 但我可能想说呃小切诺机自由光吧 也就是大切诺机 它其实有非常明确的这种定位和分市场细分吧 所以他们造型上故意都分的很清楚 像小切诺机故意把前脸七个这个这个 这个7sla grill这个东西弄弯对吧 这样子看那大切肯定不能学小切的 这个越野之音这么一个前前面Bumper 做成这种造型 因为它自己的风格就会改变 可能这个原因 但是如果真的发烧 我相信肯定会去改这部分 那也不是个问题 但是同时大切是可以升降的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 所以呢它升起来之后 其实Approaching Angle变得就会很好 因为毕竟这个木马人是42.2度嘛前面 42.2度这么一个一个角度 后面是32.3一个后尾的 所以上坡大家可以想象有一个角度 但是大切升起来 我相信也可以达到 当然唐大叔讲的这些东西 现在官网都没有更新 这个一系款的大切一些东西 我也只能从自己一些经验上面 都不是问题 真正喜欢的话 一个个有比吉普木马人 这个原装的都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大切 是个本身很令人兴奋的东西 别的也不需要多说了 今天呢还是跟大家过过眼眼 顺便讲一讲 系的有卡弹系统都是一样的 前面视频如果有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非常好的系统 这里也不是主要这个唐大叔介绍的 非常好的车很兴奋 如果真有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来找唐大叔试驾一下 我也今天也没时间开了 也期待可以去开一开最近吧 跟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再讲一讲 但最主要呢就是一个这个first look 算是对吧 preview一下这台车 我自己感觉非常好非常兴奋 因为吉普我相信在接下来两三年 会卖的非常非常多 吉普各种各样的新产品 都是很令人兴奋的 木马人也好 大切也好 如果现在大切也有这个月野之鹰版本 将来一直弄下去 一个奢华月野 一个野性的月野 这两个肯定是可以 都有都有喜欢的人 每一个吉普呢 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吉普 非常兴奋 非常不错 好的广告不多说了啊 但是再插一句 如果喜欢买车的吉普 任何车 记得找唐大叔 微信联络方式都在下面 唐大叔工作的也是江南大最大的 克莱斯的4S店 好了广告不多说了 好的好的 非常兴奋跟大家聊了一会儿 然后终于把这个大切的月野之鹰看到了 做了视频 太好了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师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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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